今天我们的信息是 你爱耶稣比这些更深 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任何一样东西你真的很爱 很喜欢的 你很紧张 或者是读书 或者是你的成功 无论是哪一样东西 或者是你恋爱之中 你所爱的人物 你所看重的一切 你是不是爱耶稣多过这一切呢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开始读 OK 我们一起读一下 哈门 等到没有 留着 OK 我们一起一起大声读一下 哈门吃完了祖法 耶稣对西门比得雪 要我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被这些更深 哈门 比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让我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哈门 比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又对他说 让我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妈 比得因为耶稣 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妈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促上大子 随意往来 但连我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促上 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 是指着比得要怎样死 荣耀神 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这里是很特别的 就是在 约翰宝音的尾的时候 耶稣是 跟比得说这一段话 其实在之前 比得已经对耶稣 有很大的反应 如果这个星期 你有看到约翰宝音的有一章 你有看到之前 当他在船上的时候捉鱼 因为他整晚都捉不到鱼 接着耶稣就跟他说 将他的网 杀去右边 当他杀去右边的时候 很多条鱼 甚至网差不多裂了 那时候 约翰就认识耶稣师母 约翰就跟比得说 是主啊 那比得怎么做啊 跳下去 是啊 他立刻就拿件衣服 立刻跳下水 立刻要迈岸 他都不管那些鱼 有多少条鱼捉了 我也不管了 他就想和耶稣一起 比得就是对耶稣 是有一种很热切的爱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这样的想到的情况 比如有一天 趁着耶稣回来 哇 当然在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所有做的事都要放下 假设有一个情况 你看到耶稣 假设你还可以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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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 或者玩游戏机玩到最后 我不贊成你玩游戏机 比如你玩到最后 最紧张的时候 我可以赢到最高最高分 接着耶稣出现的时候 你会说 耶稣等一会 因为你会立刻跑去 耶稣我等着你很久 我说我很想见你 你会不会这样呢 我真是很想见耶稣 如果我在二梦中 我会见到耶稣 我立刻说耶稣 我整晚就不睡觉 我一路祈祷一路 我不要 就是你见到耶稣 不会跑去 我一路看着你 耶稣你留在这儿 不要习 就是我对耶稣有一个很热切的心 神赐给我这个心 但其实这个心是我们对神的体重 我觉得世上没有一样是好的 世上很多神比的好 但是人是不好 人是很多问题 怎样好的人都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神是这么完美 就是这么美善的 是完全是好的 所有一切神 如果赐给你的一定是最好的 虽然有时你会经历苦难 但苦难中 神又会粗练你的人 将你的人整个变得好 在我一生中经历很多苦难 很多困难 很多教导神 要教我 牧养我 改变我 但是当我经历过这一切之后 我是更加珍惜神的 就是现在神要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就是当我经历圣灵的时候 神啊 你叫我去死我就去死的 我真的不会犹豫的 如果神叫我去死我就去死的 神叫我去一个危险的地方 我也会去危险的地方 只要神说你做什么 或者有时神叫我去一个 我不想去 不过很困难的 但是我也照样会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是最好的 祂的计划是最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会能够这样的反应 并且一见到耶稣 放在一切 你说 移仗中见到耶稣 或者耶稣回来 你立刻会跑去 但是今天当你亲近耶稣的时候 耶稣都在 你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会对耶稣的反应 因为你说 哎呀祈祷很难的 自己祈祷 又感受不了圣灵这么强 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好的藉口 你没理由要 神的圣灵 临到你身上不强 你就不去亲近祂 因为你不强 因为你少亲近 不少亲近的时候 你自然就不强 但是我们不能够说 神的圣灵亲近不强 所以我就不去亲近祂了 而是你不是计较那个果效 而是你时时不断去做 当你做惯的时候 你一祈祷神 祂的爱就会来到的 我希望大家会这样对耶稣有回应 为什么我们今天认备 我们今天可以成为基督徒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以前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真的牺牲很多 其中一个是戴德生 戴德生 我读给你听听 你不用记得了 这里底下那里有写的 英国宣教士 他来到中国传道 那时候那些宣教士过来 都很有像皇帝那样 因为他在他本土 他给他的人工来到大陆 中国大陆的时候 哇 真是很多很多钱 但唯有戴德生 他是没有钱的 他来到之前 神考验他有很多的考验 他曾经试过有一个 银币 是一个金额 即是一二十一个shilling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些什么 以前我在香港读书 我们要读这些shilling pound 是多少钱 他就只是一个银币 这个银币就是他当时的 他有所有的钱 他是没有钱的 他真的很穷 他考验他自己 他说 如果我们中国那里我没有钱 我要怎样呢 他说我要试一下奉献 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 他说我要试一下在穷的时候 看神那样供给我 因为我去到中国 就真的这么穷 他就是这样考验自己 他有一次去探一个人 有一个妈妈和一个儿子很生病的 他就去到时候 他就得了一个金额 他觉得很少 即是得了多少钱 又分不开 那个人很穷 就告诉他 我现在很惨很惨 他说神会供给你的 神会供给你的 但是他很想拿钱出来 但是他只有一个 如果有两个 他说我早就给了他 但是他只有一个 我回去就没钱了 那么他又不给 最后他就祈祷了 我求神祝福你 祈祷 怎料祈祷的时候 神感动到他 真的没有办法 真的受得了 神感动他 好吧 神我信得过你 我信得过你 他就拿出这个金额 给了那个女人 这是信心 他就是在英国的时候 考验他自己 他真的去做 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发现他都莫名其妙 为什么又会寄来他家 就是他很多次 发现神是为他开路 神供给他 当他去宣教士的时候 他是凭空的 他有一个女朋友 有一个未婚妻 准备跟他结婚 第一是他要去英国 去中国 那个女朋友跟他说 如果你去 我就跟你分开 但是他说 我因为神的缘故 我会跟你分开 就是他 你跟我去 我会跟你结婚 但是你不去的时候 我就不会跟你结婚 他就因为这样 而失去了一个 很多人认为 一个很好的 离婚妻 但是他不觉得 因为他觉得 最重要的是 真是爱耶稣的国 而后来他的太太 真是很爱耶稣 真是肯定 将他生命给耶稣 他说一句说话 是很出名的 他说 如果我有千磅的美金 英金 中国可以全数之权 就是全部都给中国 如果我有千条命 如果我可以再活千次 我不会留一条命 不给中国 第一个英国人 会更爱中国 但是中国人 是不是更爱中国 不是的 很多人不爱 心里面 哇 我们有这么多的同胞 我们会不会真的爱那些同胞 因为他们没有耶稣 虽然现在 同胞是受中国的影响 真是对于价值观 是完全的改变 对于价值观 对于价值观 对于价值观